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日清中 民进党给台湾设得紧哭咒 等下就顺势再讲过来 这也是我看到李堪的脸书 我自己有感而发的一个题目 OK 好 首先我们先看看他的脸书来 我先把自己缩小来 诶 等一下 嘿 这里 好 来 这个是李堪 这个是动员堪乱时期的堪 这个李堯给他儿子取的名字也很取 不知道为什么要用堪这个字 他是期待堪乱吗 不知道这个 不知道李大师有没有在其他地方有说过 但是李堪就李堯的儿子 他在那个他的脸书就是 我刚好看到了 刚好看到人家转发 他就是主要是针对侯友宜做了一番批评 他讲2017年的时候 侯友宜参访南京的时候 侯友宜发言说 每次来到这里对两岸一家亲的理念 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 然后从这边可以看出 侯友宜如何自作聪明 耍尽心机 却露出马脚 他就是主要来批评侯友宜 讲两岸一家亲这个事 首先他第一点是说两岸一家亲正式成为中共对台工作官方术语 这个是2014年习近平会见连战的时候 然后2015年的3月被柯文哲拿去用了 所以才在台湾广为人知 中共对台工作系统对 因此对柯文哲好感大增 反正顺便也抹红这个柯文哲了 李堪就是现在变得怪怪的 好了没关系 然后第三点侯友宜确实去过南京不止一次 但是根据新闻报导 他上次去是2012年 2012年的时候 那侯友宜2017年说每次来南京 对两岸一家亲的理念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 但是2012年的时候 根本没有两岸一家亲这五个字 黄论这个理念 我觉得李堪在第四点就是那个鸡蛋里挑骨头了 那两岸一家亲这种这个是一个概念性的东西 我可能我1992年去大陆就已经觉得两岸一家亲了 为什么一定要从这个名词提出来以后才能才能讲 奇怪哦 换言之啊那个侯友宜每次来到这里 对两岸一家亲的理念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句话是在说谎 没有啦哦 你李堯的儿子怎么辨证能力那么差 这个ABC这个论证我都没有办法说服我的 好来 那个侯友宜身为国民党员 在南京却连九二共识都不敢提 以免回台湾挨骂 但是又要给对岸官员面子 总得讲几句中共爱听的话 嗯两岸一家亲中共爱听的话 嗯嗯嗯嗯嗯嗯嗯 这已经是 这已经是 呃两岸一家亲已经是中共 就是听他也不是说爱听了 应该硬要来讲的话 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个这个可能中共会更爱听啊 好不好如果真的要这样比起来 那两岸一家亲已经是相对中性 就说两边都可以接受的话了哦 好不好那如果真的要讲中共爱听的话 两岸一家亲 嗯嗯嗯真的就还好啦哦 侯友宜发现柯文哲讲出两岸一家亲后 在台湾还能屹立不倒哦 有样学样用这五个字创造模糊空间 对共产党而言侯友宜说出两岸一家亲也能自圆其说交差了事啊 九二共识是国民党的核心方针 哪怕侯友宜在南京讲出来 回台湾要挨骂国民党都会挺他哦 但他就是不说因此在侯友宜眼里 因为在侯友宜眼里个人政治前途最重要哦 所以侯友宜死都不说九二共识哦 侯友宜才不是不善言辞他太精于算计了可惜水准不够 我觉得水准不够的是你耶那个 好啦来国民党如果要提名侯友宜当总统啊 选总统真是悲哀自己了啊 所以主要就是说李堪他他针对侯友宜 曾经讲过这个两岸一家亲的这个事情 他来跟他批评了啊 那这个新闻稿在这里啊 来这边啊 就是这里啊 江苏省副省长啊 江苏省副省长啊 张磊会见台湾新北市文化参访团啊 侯友宜最后侯友宜这一讲啊 侯友宜说啊 江苏高度经济发达 南京变化日新月异 每次来到这里对两岸一家亲的理念都会留下深刻印象啊 好这边啊 然后这里是啊 新北市政府今天将由副市长何友宜帅团到大陆上海参加旅展啊 好就这样啊 两岸一家亲就这样啊 好啦就是用一个这个很奇怪的这个过过时的这个新闻稿 然后来批评一下侯友宜这个两岸一家亲啊 顺便把两岸一家亲这个理念也批评一次啊 那所以就是可能 我觉得李康就很奇怪啊 就是说他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在这个蔡英文上台的第一任的后期以后 开始就变得这个言论就很奇怪了啊 他以前你如果对照李康他以前的言论跟他这个个人的背景啊 我现在我现在直接用那个 这个叫做什么维基百科啊 李康他是在北京大学念书的 他当年是他1992年出生的啊 他当年是19220 我看一下2010年的时候 他是考上台湾大学的地质科学系啊 但是那个时候因为中国大陆有一个政策啊 就是可以开放台湾的学测成绩 顶标的学生到大陆申请大学嘛啊 所以他就申请了北京大学就就就去念北大经济系啊 等于是你考上台大地质系 在台大当然很厉害啊 在我在我眼里台大很厉害 但是你却因为这个政策优惠 你更跳一个级到北大去念经济系啊 那当然在你你你等于是两岸这个交流的一个 一个受受惠者啊 然后你在在理看他之前的一些言论啊 至少早期的时候啊 呃他也对这个民进党政府的政策 诸多批评啊 比如说什么呃批评过这个民进党的去终的事情啊 然后我看一下他这个言论 他说什么 国民党交过去国民党交出部分头脑不清的中国人 现在民进党培养出一群仇视中国的外国人啊 从小父亲就教育我们是中国人 在台湾像我们这样家庭的人确实不多 我们每个人都不应该因为自己一些身边的不如意 影响自己对国家的热爱啊 这个国家肯定有很多问题 但是我们应该做的是去改进他 不是整天去谩骂抱怨 好啦我就是随便少了几句他曾经讲过的话啊 我就觉得他真的这几年啊 尤其是蔡英文任期的第一任期的后期 开始就开始言论改变很多了啊 那我先不就他个人的那个政治意识形态的改变 我只是想说 你今天反对两岸一家亲这句话啊 你连两岸一家亲这个话都可以把它给抹成是中共统战 所以不能讲啊 那两岸如果不一家亲 那两岸要怎么样一家仇是不是 那干嘛要拼要打吗 你是支持就是两岸开战还是干嘛 你如果要和平你不一家亲要讲什么 不一家亲一边一国 然后两岸好朋友吗 那你就把你的理论讲出来啊 再来你这个论述的这个ABC 也实在很不符合逻辑啊 你这个12345说什么 因为两岸一家亲是2014年才提出来的这个口号 所以侯友宜在2012年去南京的时候 然后他在2017年他讲说他每次来 来到这里都有两岸一家亲的感觉 所以他就是骗人 这也是莫名其妙的推论嘛 你是塔律班哦 好奇怪哦 所以我就觉得我看到这个李敖大师啊 他的那个公子啊他的小孩子就是 现在言论变得很奇怪 然后我就觉得是不是有一点 已经开始被意识形态 我不知道他是受了什么 我不知道啦 我不知道他自己怎么会变成这样 但是就算你个人被政治意识形态影响 但是你你的智慧推你 就是说你的智慧不应该被影响吧 起码在逻辑上的推倒ABC 你你如果能有一套论述 你也不不辱令尊之之明嘛 李敖是多么两岸多么受人尊 崇敬的学者 对不对 结果你推倒了这个ABC 连我这个小咖我都看了都摇头 这什么逻辑啊 然后再来就是说你反对两岸一家亲这个理论 那不然你要提出什么更好的口号 你觉得要怎么样嘛 那你讲出来 如果连两岸一家亲都不能接受的话 那要一家仇嘛 那要什么 两岸一家亲都不行 那要一家仇 或者说谁跟你一家亲 我跟你拼了 那你就讲出来嘛 对不对 好啦所以我就是 第一段就是有感而发啦 我就觉得 呃 李敖大叔我们大家都 我个人啊是很崇拜他啦 我家有个有李敖拳击 真的我家有李敖他的著作拳击 我爸那个时候买的 我记得我年纪很小的时候 我就看到家里面有那个李敖拳击 所以就是说 呃 我个人对李敖其实是 蛮 蛮从 就是从敬他的 包括他个人的口才啊 然后他 他在收集资料方面 也真的很有自己的一套 他他去批评一件事 他去怼一个人的时候啊 他总是有资料去去 就是有所本去去去讲你这样 那台台湾现在那个民进党 那个台北市议员王世坚嘛 哦 呃 他当然 现在号称绿营的良心啦 哦 那王世坚他他那个时候也有跟李敖一起在立法院 他去 共事过嘛 哦 那李敖那个时候也是 把王世坚制的服服帖帖的 王世坚也很佩服李敖大师啊 那 那所以我就说 呃 我个人是 真的是 觉得 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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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再想一想吧 哦 就是 当然你可能活出你自己啊 你你可能要 可能你想要走出你父亲的那个 那个那个威名还是怎么样 我不知道啊 或者是你还在想 享受你父亲的余印 我不知道 但是你总是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 学历又这么好 你还念Cambridge 还念 康乔啊 对不对 Cambridge的那个学校 那你怎么会 怎么会 哎 推倒的 逻辑都没有办法说服我 那两岸一家亲也不行 那你要你要怎么样 你要变成 这个 两岸一家仇 反中极先锋 那你对得起你老爸嘛 对不对 真的 你拿出一个论述来嘛 那你觉得两岸现在应该怎么样 如果不一家亲 两岸一家亲已经没有 什么什么国共 什么那种意识形态都没有 他只是 明 两岸之间 民族同胞的那种讲法 两岸一家亲 他基本上已经没有政治的概念在里面了 就是一种民族文化的概念 那 你两岸一家亲都不要 那 那不然要怎样 如果两岸一家从你讲得出来 那 你觉得这句话令尊会接受吗 哎 好啦 所以我就是 看了这个李 你看了这些 尤其是这几年来的言论就有感而发 就觉得 有一句话叫虎父无权子啊 但是我觉得 不一定啊 可能也不能说他是 就是 也也许是说他他父亲的那个 standard太高了吧 那 那就是这样了 这是可惜了看到这样 但是 就世界上就只有一个李敖了 所以就是李敖之后可能再无大师了 好啦 来 那个我们再看看这个 第二个话题啊